再問 話說最近遊戲王推出一個新包 Ghosts from the past 2 我是有買了第二彈 但在開第二彈之前 我們先離開第一彈 我總共買了兩盒 第一彈和第二彈相距的時間很久 現在裡面如果開到好的卡 最貴的那張大概是五千元左右 就是一張黑魔道士 那張卡一開出來 大家就會看到和一般遊戲王卡片有點不同 還有一些灰白的特效 一大盒裡面有五小盒 一小盒裡面只有三包 那卡包拆出來之後 可以給大家看看 其實有些時間擺太久 你會看到卡包不知為何是莫名的傷痕 但你摸下去感覺有點像水分被抽乾的感覺 卡是彎彎的 卡本身是很漂亮的 大家先看看這個彎曲 是全部彎彎的 但幸好鑑定是不看你這個彎曲 那我們一張來 這張是普通的 如果是好東西的話 大家會看到這樣的設計 灰色白色的圖片 才是值錢的那張卡 其他的卡可以說是完全不值錢 幾毫米金 如果我們要玩的話 其實都不會玩到這些英文版 每一包開出來有五張 你可以發現他們每一張都是閃卡 如果想收集的話 有弟子想要的話 都可以研究一下 這個我用過 還有結黑的牌組 最後一張 來一張超亮卡片 遊戲王卡真的挺漂亮 質感真的挺好 不過真的很可惜 香港遊戲王真的會玩的人 其實都很少 他的卡譜都不是說有很多卡譜 會搞比賽 這張也是有用過 超亮的 但是全部用過 我都說不出名 那我們之後 會訂一個海馬的手提箱 我想這些如果沒有人要的話 我全部都會在手提箱裡 放了我的存貨 這張MASA DEAL 之前的超亮活動 我借了他的機台來用 有沒有好東西 我終於懂了 MASA CHANGE 英文 全部都是閃卡 好漂亮 我想如果作為代卡 自己和朋友玩 英文版應該都可以先用 之前我們開遊戲王 唯一一次是開那個 有金色鞭的骨袋 那個其實都挺漂亮的 再相比起這個MASA DEAL 我覺得好像原版的設計 是比較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看 兩者之間的設計 其實都差很遠 所有的圖像是大塊一點 不會像遊戲王本身那麼小 所以你的感覺上 會卡通多一點 開一下開一下 我們第一盒已經是去到一半了 這張好像特別閃 原來是玩過的 然後最近有弟弟跟我說 原來開完遊戲王卡 你那張是稀有卡之餘 右下角其實都會有一個可以抽的地方 他們有些防藝標籤 這個防藝標籤 如果眼睛是五隻或者六隻的話 好像是可以賣貴一點的 情況好像不是很樂觀 我聽聞人家開一箱 都開不到一張是Ghostware 那麼我們兩盒 究竟開不開到呢 可不可以逆閘呢 這張都挺帥的 第一盒 最後一包 看來的勢是沒有好東西的 那是一張 第一盒GG 第二盒 在遊戲王裡面其實我很討厭儀式怪 我覺得這個藍色很噁心 但實體看來的淺藍色又沒有這麼討厭 這兩盒 內貨價也是不便宜 第二盒因為是訂貨的關係 所以會便宜一點 但這兩套都挺貴的 所以我們只求中一張回本 也歡迎弟子回收以下的英文版卡 馬上PM聯絡 只求中一張 Ghostware 爽一爽 拿去鑑定 威一威 收藏一下不同的稀有道 沒有青眼 阿伯龍不要緊的 給黑魔道士我OK的 黑魔道士我都可以 它都挺多傑黑的卡 真的挺漂亮 最後兩包了 沒有了 會不會沉底呢 我們那次的黑魔道士 好像都是沉底 最後一包才能開到的 最後一包 嗯 不知道Ghostware的旁邊是什麼 是不是全部都是灰灰白白 看來要開一張 看一看才行 是不是最後那張才會有的 最後一張 我還特地準備了一些套 準備拿來收藏我的好東西 唉 現在用不著了 我們不斷都給大家看看那些套 實在的確是挺有質感 挺漂亮的 先看同步卡 一疊的超量 然後儀式卡 還有融合卡 最後看連結 其他那些我們就不讓大家看了 有興趣的弟子可以聯絡我 那我們今天開這個Ghosts from the past 就失敗告終 但不要緊 我們之後還有第二盞 跟大家開箱 第一盞中不到黑魔道士 第二盞我中那隻黑魔道女孩 OK了吧 要求不是很高 中一張也是十幾萬日圓 各位影片就到此為止 大家記得按個LIKE 幫我下次開箱集氣 開一張黑魔道女孩 還沒加入這個門下 還有第二支影片可以按個訂閱 還訂閱頻道 按鈴鐺接收直播 以及影片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